今天是大年初三 介绍一下芳僚植物的萃取 今天因为我这边已经做很多 这过年期间我把去年种植跟产收的 趁着过年这段时间赶快把它萃取起来 那很简单我们的萃取方式就是用酒精溶剂 使用的是75%的消毒酒精 那最近最常用的就是一般我们过年 这个季节就是橘子 这个是橘子那趁着天气好可以把它晒干 那如果没有太阳的时候就用风干的方式 如果下雨天它就会发霉 那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 可以用电风扇吹 或者是有一些好像是厨师机 后面有风好像也可以 那还有一个就是农药的问题 因为那个果皮上面的农药是会比较多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农药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延长时间 所谓延长时间就是延长拧从它干燥 要放到酒精里面这段时间 像这个是柚子皮 柚子皮是大概去年9月就开始晒干 存放到现在大概半年 因为这个柚子是我们买的 不清楚它到底有没有农药 所以我们就利用时间拉长时间让它农药降低分解等等之类的 好 那那个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他们会用一些超灵界的萃取法 可是我一般市井小民可能没有办法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酒精萃取 那萃取之后这些东西我们可以 第一个可以把它的成分萃取下来 它里面有非常多很好的成分 橘子 柚子 柑橘类 尤其是柑橘类 今年最新的一篇国际论文 有写到柑橘可以预防肿瘤 这篇论文我有把它download下来 下次有机会的话再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萃取下来 可以做非常多的应用 那怎么做就是把它晒干之后 放到你的酒精里面 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 你大概酒精的萃取方式就是 你储存的时间越久 它萃取的成分会越来越多 它是以时间来做计算 就是成分的萃取的浓度 所以通常我都盖都会放几个月 然后再来使用 那使用上有在环境的那个除臭 非常非常有效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帮自己的洗头也可以 自己洗头头皮会臭 还有你在平常精神不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来熏香 还有狗狗洗澡的时候 可以帮狗除臭 尤其身上狗的臭味 它是可以消除的 然后例如脚臭 然后身体的异味 这长期使用都会非常好 而且它这个柑橘皮 它的油脂跟香气是在这外面表层这里 这种表层这边的油脂可以帮宠物的毛发 做天然的护毛 毛发会变成非常光泽有亮丽 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产品 好那今天大概就是介绍这样子 那大家赶快先晒一晒做 那下次我会教大家实际上的应用 这非常好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慢慢用 然后我昨天有做一个最新的test 一个新的那个植物 就是我上次从学校带回来个松柏 这个是昨天已经弄 把它叶子都弄掉 这下次会教你们 那我可能要等到一个礼拜之后 我昨天有萃取了它的成分 昨天有萃取 那要等到一个礼拜之后 我才能确定就是这个 我要能确定它的香气 我可以萃取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再分享给大家 如果真的可以萃取起来 那就是天然的芬多金 大家都可以做 而且这个植物 是学校有多校园砍下来的时候 都会不要废弃 好那先这样子 大家赶快准备一下柑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